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 今天請多知 昨天股王跌停板 我是叫你的股票全部出清 還是逢低成接 當大力光跌停的同時 會逼出一些福爾嗎 因為大家認為 股王既然跌停板 那我是不是應該把股票全部的砍掉 這對於籌碼的穩定 是相對的一個健康啊 所以我昨天特別告訴你 當大力光跌停板的同時 指數的低點差不多就是如此 今天台股呢 有沒有大漲將近白點 什麼是講在昨天 讓你印證在今天 最好是對大盤分析 不是只有一天準 相信過去的種種 證明未來種種 你跟我一起並肩作戰 接下來雙股特工隊所給你的績效 一定是相當漂亮 昨天我還特別告訴你 這一條上升趨勢線 還守得很漂亮 還撐得很漂亮 昨天什麼股票可以買 昨天你只要把我的節目 從頭看到完 任何一檔股票 你昨天跟我承接了 今天都賺錢 沒這支沒賺 那不是這樣 包括今天的一個目的 金亮燈 尾盤 396 我在昨天 最關鍵性的時刻 拿出來分析 而且我把它基本面再講一遍 從去年度的六月份 我開始操作木德 它的月營收 就一再創下列寫高 每月營收持續性的創新高 你認為這檔股票 為什麼我們可以操作了一年多 我們還在縫低承接 股價要不要反映基本面 有未來前瞻性的個股 我才沿路帶你縫低承接 從去年度的 六月十四號 還記得嗎 這疊資料 就是過去的一個操作的過程 六月十四號 當時候五月營收創新高 股價大概在107開始逢低承接 沿路的操作 所累積的報酬率有沒有倍數 老同學親愛的會員應該很清楚 所以來看一下最近的一個操作 我問我們在高檔區 5月16號告訴你482要賣 光是這兩大趟 加起來不是200塊錢嗎 很清楚的低進高出嗎 那482賣掉的木德 回檔修正 經過兩個月啊 這邊都不動作嗎 直到7月6號 350接回 高點會賣 低點一樣接回啊 因為他今年度的六月營收 在創立新高啊 沒有一個月有例外 一年多過去了 你很難選到一檔股票 每月營收都在創立新高 這慶老師 非常用心選股的一個結果啊 所以高點有賣掉的木德 350接回啊 7月6號 第一隻腳的買點在350 第二隻腳的買點在7月18號的367吧 應該記得吧 482賣 350 367 兩隻腳的買點我帶你承接 8月1號來到500億我賣了 我賣在相對高點 如果是高點的 只腳的操作 又將近200塊錢啊 所以200加200就400啊 光這幾趟有沒有超過一倍 你繼續去評估一下嘛 所以當高點該停立 我會做停立賣出的動作 這個訊息也都跟你對時對價過了 8月1號賣在500億 賣完之後的木得 有沒有衝高 最高是543啦 留一些給別人家賺 我只要在相對高點負責帶你拔檔的 兩隻腳的買點 所創的利潤就是200塊錢 是不是 不要想說最高點是你賣的 也不可能是慶龍老師帶會賣的 因為那個絕對值的高點 稍縱即是嘛 你只要在相對高點500億有跟我賣的 當昨天回檔修正來到360 我都差了150塊錢的木得 可不可以接回 今年度的8月營收再創歷史新高 而且年成那裡超過171%嘛 等於又超過一倍啊 是不是 你看看這種營收啊 跟去年度來比較 三位數字成長啊 越來越營收再成長 那股價變便宜了耶 什麼叫做複製成功的模式 之前的低檔區有沒有帶你買 350 367嘛 350 367 是我上次的買點 昨天的最低打到358 可不可以買 我問你啊 我有沒有出手 你認為我是突然會跟你分析木得的基本面嗎 為什麼我這邊都不動作也不分析 為什麼這根長野打下來 也不介紹 直到昨天當股王大立光跌停板的同時 你對盤面市區新興的同時 我跟你分析木得的後事 大盤我看得懂還看不懂 大盤給你是個方向跟策略應用 大盤你如果看做股票 真的很簡單 三四又流落 但是你大盤你如果看不到 做股票就滴滴滴滴滴滴 昨天我不希望 你是把股票全部的砍在最低點 或是昨天你去追空 這樣真的不好 我這樣提醒你的嘛 你什麼時候要看我的節目 當大盤不好 落到明明罵的時候 你來看我的節目特別有收穫 昨天的木得啊 這是不是靈門一角 最低358收盤360 是不是來到我上次的買點附近 350跟367啊 兩隻腳的買點嘛 分別是350跟367嘛 所以昨天的木得 11點01分 回到上次的起漲點 365附近接回 當頭接回就在365 你去對時對價 365一定成交啊 因為昨天的木得收幾塊錢 收360啊 收360啊 我掛365 保證一定買得到 而且當天買完套5塊錢 沒有錯吧 昨天收360啊 差了150塊錢耶 你有10張 差了150萬耶 所以回到上次的起漲點 木得365我就做機會的動作 今天亮燈 396 我是在他還沒有漲停板之前 昨天就帶領會做買回的動作耶 是不是 昨天是不是關鍵性的一個 時刻啊 不管說我對大盤的分析 還是個股的一個介紹 有沒有幫助你今天創造 木得31塊錢的一個利潤 365今天396嘛 三才1塊啊 兩天的時間而已啊 所以當關鍵性的時刻來臨同時 你會感受到慶劉老師的實力 跟我的誠意 我不是漸長縮長 間諜縮跌的那種分析師啊 我是低金高出耶 反市長操作耶 當別人都看不好的同時 我會拉你一把 這樣對你才有實質的幫助嗎 而不是在那邊落井下石 或是井上天花嘛 所以對於今天木得亮燈 希望昨天 不管我對大盤的分析 還是個股的介紹 以及提供給你策略 你都可以接收 我相信這一根漲停板 是屬於你的啊 我跟會員之前 合作的一個成效 你看得太清楚了嗎 之前的兩大趟各賺200 那500億賣掉 昨天打到365接回啊 這不是一般人 可以辦得到一件事情啊 你繼續回想一下 高點賣掉木得 昨天打下來跌喔 昨天他在跌你敢買嗎 沒有我出手 帶你進場你敢承接嗎 尤其面對昨天 古王大力光的跌停板 你認為這個盤有機會嗎 十個人大概有九個人 認為這個盤 很糟 這盤可能還會再跌 你看那麼多頭顧老師節目 你應該知道嗎 昨天很少人會認為這個盤 馬上會上去耶 我特別告訴你 上升趨勢線還守住嗎 那逢低是不是可以承接 大力光的跌停板 會逼出一些伏額啊 所以這盤的低點有限啊 所以昨天是不是要大買股票時機 既然給你策略要買股票 穆德啊 今年度的八月元收再創立新高嘛 年長要高達171% 跌我帶你買啊 昨天他不是漲耶 他跌啊 365做接尾動作 今天穆德馬上亮燈 馬上亮燈啊 昨天的分析 昨天操作 比今天去追掌停盤 要更精彩很多吧 就像昨天的基亞 跌停板嘛 我有告訴你要賣嗎 我是怎麼分析這檔個股的 在四年前啊 基亞我4007賣掉 賣掉跌到今年度剩24塊錢啊 我說這樣的一個跌勢 從4007跌到24塊錢 該賣的福爾都賣光光了啊 所以他才有機會漲 7根漲停板嘛 因為籌碼很穩啊 那當他漲了7根漲停板之後 爆量長黑 我說沒有結束啊 多麼肯定的分析 上禮拜是他長黑啊 他是開高走低 一大跌啊 什麼是反市場 什麼是要做看得懂未來行情 建老師有沒有幫你看見未來 一根長黑打下來 我說籌碼穩定 還沒有結束基亞 當天的節目 重播了VCR有沒有告訴你 當天是可以買的 11.05 禮拜四沒有買 禮拜五我一樣帶你買啊 基亞40.3一樣逢低再度的買進 禮拜四 禮拜五買完了基亞亮燈 當天賺十幾% 這禮拜再度亮燈來到50.6 兩個焦率25%啊 這要雙股的威力啊 我說過啊 雙股特東對 這次就是要解救賞入的投資朋友嘛 要將你們資金集中化 兩檔股票 我給你持股就是兩檔 不會有第三檔 進口供退殼手啊 我認為中央一檔風險太高 但兩檔股票剛剛好 兩個小孩 不多也不少嘛 剛剛好啊 Just make嘛 所以說兩檔就是兩檔 我們布局的其中一檔基亞 兩天25% 快不快 我說要讓你反敗為勝 我會付出行動 你跟著訊息一起來動作 所以賺了25%的一個基亞 昨天開盤沒多久重做跌停板 剩45.55啊 本來賺25%嘛 變13% 昨天成量剩1000張啊 漲金買那天4800多張啊 我說大戶多還沒有賣 你在怕什麼 你跟我買在40億以下的 你是在怕什麼 你對我做 我覺得很知道嗎 大戶多沒有賣 你在怕什麼 你在怕什麼 更何況你是跟我買在40.3的 昨天跌停板還有45.55啊 你還有13%的利潤 我沒有帶你賣 你需要賣嗎 你需要急著賣嗎 什麼是真功夫 什麼叫做看清楚 一檔股票的籌碼 你應該見識到 一位高明分析師 所帶給你一檔個股 精準的一個見解 是不是 因為今天的基亞 盤中漲了5% 盤中漲了5% 昨天你會怕嗎 你跟我買在相對低檔的 你會怕嗎 你看到是什麼分析 上禮拜是基亞跌 重挫開高走低沒有結束 是我給你建議 我當天還告訴你 當天41.05是可以買的 還記得吧 今天沒什麼時間 等過幾天有時間 我們再來重播當天的VCR 實在是太精彩了 他長黑跌的時候 我告訴你沒有結束可以買 是不是 結果 禮拜五你跟我低接的 馬上亮燈 禮拜四長黑 告訴你沒有結束 禮拜五漲停 禮拜再度的漲停 那昨天又中錯了 又跌停板了 你敢不怕 所以當你在股票市場上 出現了一些問題 找一位真的能讓你依靠的分析 來幫你解憂代勞 幸好是不會事後放炮 我絕對不是 一檔股票漲停板 告訴你去追漲停板 然後一檔股票跌停板 叫你去砍跌停板 如果你這樣的一個操作 的一個模式 還是停留在你 目前的一個操作態度 你更多錢也不夠你輸 你乾脆把你錢 擺在銀行定存 至少一年還有一趴的穩定報酬率 一趴不錯 至少你們不會賠 是不是 千老師的反正常操作 你自己去探討一下 不是青菜公公的 當昨天雞亞跌停板 你在怕什麼 我說大戶都還沒有賣 怎樣剩一千張 不然你在怕什麼 你在怕什麼 我沒有帶你出 你就安心的跟我抱下去 今天雞亞盤中 載入大漲將近5% 昨天分析 對你今天的操作 有沒有產生一個 無往不利的一個效果 賺漲停板要靠實力 賺波段更需要專業實力 所以在禮拜一 我介紹一檔股票 今年度的前半年 轉移去年整年度 他當然是一檔強勢集有股 因為當天形態突破又出量 禮拜一要買 昨天這檔股票我當然也有買 昨天這檔股票一樣開高走低 回這這一條叫支撐 禮拜一買突破了買 禮拜二昨天台股不好 回這支撐不是要買嗎 這檔股票我還持有啊 我還持有啊 我只希望說這種強勢集有股 未來破斷議論 你能好好的跟著慶老師 一起並肩作戰 所以為了幫助你們嘛 才特別推出雙股的特工隊啊 對集中火力資金兩檔 就壓兩檔 我負責幫你快速的累積財富啊 如果你股票很多檔 也可以用你十檔不會賺錢的路 弱勢股來換我的兩檔強勢股啊 那因為中秋節快到了 我特別加碼啊 加碼要送你什麼 送給你我這一本 最新的超版新法 最新版本的著作 還有呢 DVD教學光碟 那我這一本超版新法 是彩色金裝版的 我是特別委託外面的印刷廠 幫我印製的啊 絕對不是黑白的喔 也不是人家在辦公室用銀機印印 隨便裝訂給你的 彩色金裝版 而且你拿到的 絕對是原裝的 完裝的啦 為什麼 導播稍微近一點 我這邊都有用塑膠套 包模包起來的 有沒有看到 塑膠套喔 包模包好的喔 沒有人拆封過的啦 這是花重本 要特別服務給我們的會員啊 那你拿到這一本超版新法 那至少要把我的 序言 我的秩序啊 把它看一下 把它看完 我說過彩色金裝版啊 很好看啊 字又很大 那這個序 當然是我在股票市場上 二十幾年的超盤精華 我要寫這本書的原因 以及你看完這本著作 你會得到什麼樣的收穫 我都寫在這一本 秩序的內容 相當的一個不錯的一本 著作 所以這次 雙股特工隊 我另外要贈送你 最新版本的超盤新法 跟DVD教學光碟 希望你把握這一次 雙股特工隊 不僅要幫你快速累積財務 而且要提升你的超盤技術 休息一下 再會到節目裡面一個現場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精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 最實在 最誠信的分析師 新人蔡老師 是您賺錢的開端 速加專線 02-2752-5868 2752-5868 成東董戶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 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精選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成東董戶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待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健獲利 独往福利 陳東董戶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現在加入蔡老師行列 即可獲得20年操盤經驗的 精心著作 價值型投資操盤心法 彩色精裝版 簡單易懂又實用 想自己成為操盤手的 最佳利器 一出在手 受用無窮 雷根不達入軌春線 02-2752-5868 2752-5868 2752-5868 歡迎來到節目的現場 昨天矽金零的核金 跟環球金 我說下來是可以買的 那你昨天看完節目之後 你今天如果去買核金的 會不會賺錢 你今天如果 才去買環球金的 會不會賺錢 看尾盤啊 看結果啊 我們的分析 我給以會的動作 盤中會給予他們非常的指導 不管是買點還是賣點 我希望我低進高出的原則性 所帶給點是低風險的操作 那利潤呢賺多賺少而已啊 而不是胡亂的追高殺低 輸家的宿命永遠都是如此啊 如果 不要去重蹈覆測嘛 你之前的一個操作 如果每次都是大漲的時候才去追 跌的時候亂砍 這樣的操作結果 對如果產生一定的重傷害 那我這邊的操作效果呢 好好的跟跟看 好好的來嘗試看看啊 你看一下核金 兩階段76% 高檔有沒有帶你賣 不管是68.7還是7月13號的64嗎 很清楚的一個賣出抠訊 時間交易都跟你對過了 賣完之後 經過兩個月 終極回檔修正完全避開 直到9月11號 出現拇指轉折向上訊號 38.4做接尾嘛 我是買在一個最安全的起張點 這邊賺了76% 避開這一大段啊 高出低接嘛 講 你現在看很簡單啊 但這個過程呢 這個過程呢 你有沒有隨便的下去逢低承接 你隨便的逢低承接 你的傷害又出來了 但是我不是這樣喔 64賣掉的一個核金 38.4出現拇指轉折向上訊號 接回嗎 接回之後大漲8.3% 9月12號來到38.65 平盤以下還是買 9月13號平盤以下 開高走低的核金 38.5還是低接 連買三天 都在38.4 38.5附近啊 沒有錯吧 這是我的動作啊 看好一檔股票 我幫新舊會那個買進的成本 降到幾乎同樣的位置嘛 那低接完之後呢 14號亮燈耶 11.45耶 這禮拜又漲了3.5%耶 沒有錯吧 那昨天的核金 我們告訴你 趁大盤重做嘛 孔走者新衛員趁回檔 11.1買嘛 當然交易在41啊 一定低接的到啊 跌下來 昨天的核金我還在低接 收盤40.95嘛 所以一定買的到啊 那今天核金呢 今天核金呢 你如果看到我的口訊 那你今天才去買的 你可能又會招了一個高了 因為我的動作跟你動作不一樣 今天就10點19分啊 核金上漲量不夠 量價不對稱 42附近賣 經過兩分鐘股價幾塊錢 還在42.05 你自己對時對價 今天的核金 我利用台股大漲 42先賣一趟 有沒有賣對看尾盤 40.02 我又賣對了 上禮拜的低檔 連買三天 昨天的低檔 新進會員再買 今天漲全部賣 賣在42 所以整個核金的一個架構 相當漂亮 高點賣賺了76% 這次呢 這邊大概也有10%吧 我們賺了八成多的利潤耶 沒有受傷耶 怎麼進的怎麼出的 很清楚喔 沒有跟你拖泥帶水喔 所以整個核金 下來可不可以承接 我認為這個低接的可能性相當大 所以呢 還要把握下一次我進場的一個時機 環球金也是一樣 8月21號 長榮吞噬買回 買在388 這叫低檔買 410賣賺了二幾塊錢 拔檔嘛 高點賣低檔機會啊 很清楚吧 高出低接 低接在345 345買完之後 368沒賣 賣在360 這樣還有15塊錢 也就是因為360有賣嘛 當然回檔修正跌 跌 上禮拜三 295接回嘛 接回之後 禮拜五亮燈314 昨天禮拜 殺到291.5啊 我說可以低接啊 那今天的環球金呢 來到303啊 不是又差了十幾塊錢的價差嗎 這次的一個雙股特攻隊 就是為了幫投票掌握 不管是一檔個股的價差跟破斷行情 那因為中秋節假期快到了 我特別的加碼 送出我最新版本的 超版新法這本著作 跟最新的DVD教學光碟 明額有限 希望投票共襄政局好而把握 明天見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 每一次都要求 你可不得了 我們很想再會 那些心股 是 那些心股